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师父你好 你好 第一个师父请感恩关心 感恩师父 请讲 请教师父几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 请师父解释一下根性这两个字 根性就是本性呀 根就是基础呀 明白了吗 根就是叫根本呀 人的根本的本性在哪里呢 对不对呀 这还不懂啊 根性啊 根性我们讲的 人的很多的本性从根本里出来 从本性里出来 所以人家说裂根性 那么根性里面分为好也分有不好的呀 那么是种植在你的八十天中的呀 明白了吗 哦 那根性并不代表 根性并不代表它是贬义还是宝义的呀 对不对呀 根是什么呢 对不对呀 人性具有的产生善业和产生恶业的一种力量 称为根性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那师父解释一下善良跟善根的那个关系吧 善良跟善根 你首先说你什么叫善良 善良就是本性啊 人人具有善良的本性 那么是从第九意识 善良是阿摩罗斯里出来的 对不对呀 是这样 那么一个就是善良 善良是从本性当中慢慢出来 慢慢出来 慢慢出来 那么化解到你八十天中 七十天中 六十天中 那么很多人在七十天中 八十天中 没有什么污染的 没有什么阻碍的 那么他的六十天中意识当中 他只要发现哪个意识的 他就是善良首先来到了他的第六意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那么还有一个叫善根 善根是什么呢 善根也是我们本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呀 其实善良和善根 一个就是善根就是一个根 就是我们说的它的源泉 对不对呀 善良那是产生出的树叶 根 那么就是树根 明白了吗 没有树根 怎么会产生树叶呢 好啦 没有善根 怎么会产生善良呢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感谢师傅 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庙里面 然后有不同的相同的菩萨 他手上拿着不同的法器 这个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我问你啊 相同的人为什么会穿不同的衣服啊 相同的人为什么会拿不同的工具啊 干活啊 我们把菩萨压低一下 变成 成为人好了 这不一样道理啊 想通了不啦 哦 你为什么工人拿榔头啊 农民拿锄头啊 军队为什么拿枪啊 但是都是人不啦 菩萨 神 佛 全部都天界的 为什么神要拿枪啊 对不对啊 哦 好啦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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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请教 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 嗯 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很多同学都开始修行念经 然后在一个家庭当中呢 肯定会有不学佛的这个成员 呃 然后往往修到 同学修到一定的时间段的时候 呃 家里面的不学佛的家人肯定会对他学佛造成一点小阻碍 然后同学呢 有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 嗯 定时每个月帮家里面的呃 不学佛的家人呢 烧个几张小房子 然后有 有 有 然后再烧一点自成经文 然后长期以往这样下来呢 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 嗯 这种方法怎么样 然后要 很好 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嘛 没注意 这个非常好 这叫启发他的悟性 启发家人的悟性 每个人都有 具有善良的本性和本德 所以这个很正常的 明白了吗 哦 好的 嗯 所以这种是好方法 嗯 啊 对 就是这种方法 刚刚开始的时候 效果不是很明显 但是只要长期坚持了 坚持了之后 发现这个效果就 嗯 就无形当中就感觉会给家人改变很多 人活在世界上 有两种方法 可以抑制好你的病 一种是开刀 很快 还有一种是慢慢吃药 也会好 都是能够把自己身体上的病治好的 那么学佛也是这样 明白了吗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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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 嗯 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 呃 有同学呢 想开一个正规的这个足疗店 但是 呃 那个店里面能设佛台吗 如果能的话 要注意些什么呢 啊 什么叫足疗店里面设佛台 啊 就是足疗 啊 就是按脚的这种 啊 然后 啊 然后呢 开 开足疗店 是不是啊 对 然后他想 他在想店里面设个佛台 应该可以 没有设情的就可以 嗯 哦 那 那注意 要注意些什么呢 这什么干净啊 哦 就干净 常打扫 啊 常打扫 啊 然后呢 多喷一点那种 那种叫消毒的 那种消毒水啦 啊 经常墙壁啊 地板啊 要经常洗 你看这种足疗店能跑进去脏兮兮的 你说你把菩萨请的的确是 不是太圆满的 但是呢 你要是真的诚信诚意的话 那你就保持肠干净啊 明白吗 哦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 俗话说啊 就是 嗯 夫妻双方有一方出轨 叫做戴绿帽子 那么请问师傅现实当生活当中啊 就是呃 我们戴那种绿颜色的这种帽子可以吗 當然不好啦 当然不好 除非你是坐游地员没办法哦 哦 哦 吃饱饭啦 哪有人去戴绿帽子的 傻瓜嘞 被人家笑嘞 你不是开玩笑吗 对不对 哦 哦哦哦 好的 好的 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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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不是对不起我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 没把你培养好 哈哈哈 对不起说法 对不起 然后就是再请教设备一个问题 就是 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张三老梦到李四 认识了很多同修 就是张三梦到李四认识他的很多同修 但是张三呢 问李四怎么认识的 李四不愿意说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 李四跟张三两个 就是李四根本不接触张三的那个同事 你说你自己搞得清楚吧 你自己都把自己绕进去了 你还要叫我理解 我已经属于很有智慧的人了 我都不能理解 对不起 对不起 张三李四 李四张三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你问人家 你怎么认识他的 对方跟他说 不肯告诉他 是不是了 对的 好了 不告诉我们就不告诉了 你的问题是什么了 问题是有没有罪 不告诉人家有没有罪 明确的告诉你 不告诉也没罪 告诉了也没罪 有什么关系了 好的好的 那请教师傅下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说那个 群里 群里有同修说呢 就是观音堂 是用那个 湿纸 湿纸 湿巾擦 那个贡果的 那请问一下师傅 湿纸巾可以擦湿那个贡果吗 就是含有酒精的那种纸巾 不好啊 会把苹果 会把苹果的表面弄坏掉的 其实用心呀 用心擦嘛 拿这种湿的毛巾啦 或者用湿的纸巾啦 那不要含酒精的就好了嘛 哦 不要含酒精的 就是单净的 对啊 因为你这个酒精在 在这个 在这个 苹果的外表皮层当中 它很容易腐烂的 以后 哦 好了好了好了 嗯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 你最后给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哦 现在问还是待会问呢 嗯 现在问吧 现在问好 我现在举手了 你同意了 我现在问 你你在哪看见有卖绿帽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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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有这么空场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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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有没有 傻小子 我看你也是个傻小子 哈哈哈哈 同修有 有同修带的啊 嗯 同修 同修问吧 同修问了 我跟老子 同修在耍你玩呢 耍你玩 人家在斗你玩 你打真的 我看你这孩子真的 其实我们念经的人 最好不要戴帽子 就是挡住头领上这个磁场 那当然 那当然 你看看那个法师 你看看那个法师 非常不戴帽子 他还把头发都要剃掉 你这个磁场能量接收也快 你不懂 对的 接收气场 当然你要接收好的气场 对的 好的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 做梦梦到去同修的家里 然后看到他家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动物跟植物 还有青蛙猴子 孔雀 莲花池里面 还有青蛙之类的 这个做梦有什么意思 好啊 青蛙动物 小动物啊 对的 都是活的 它是做梦到这样一个 越过障碍 哦 越过障碍 昆虫 昆虫类的动物 小的动物 全部都是一些小麻烦 但是全是活的 他养着的话 说明他已经越过了障碍了 没事了 好的好的 再提醒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 之前师傅好像有讲过 就是一个菩萨如果在人间迷失了 那么天上的果位也就没有了 那么天上的果位也就没有了 只有只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那么这样的人如果迷失了 但是通过 但是由于过去啊 的那些菩萨的那些那个素质和根基还在 那么如果在 适当的这样一个佛员和环境当中 加上自己的努力 然后再秀上去 也是比较容易的吗 非常容易 他虽然在人间迷失了 但是他一般的说 不会投畜生 哦 有这样一个上根在 虽然 但是还是有这些历史记录 你现在明白了吗 你现在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嗯 哦 好的好的 嗯 感谢师傅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 请问供过其他菩萨的这个坐垫 然后请下来之后 然后可以 呃 结缘给佛友吗 有人问过了 哦 问过了 问过了 哦 好的 好的 嗯 那那今天 今天啊 在最后师傅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师傅开始过 呃 脖子后面 后面有 有志就是后德志 那么长在 后面脖子正中 正中间的这个志 是什么意思 很好啊 慧之啊 也是聪明智慧之啊 哦 也是聪明智慧之啊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也是很好的字哦 那当然 那当然 哦 嗯 嗯 感恩 感恩 师傅 师傅 呃 那今天就问到这里吧 感恩关系 我们悉尼澳洲的下令时 你知道吗 现在改成 要快一个 慢一个小时 嗯 嗯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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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要慢一个小时 要到 节目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知道的 对对对 没有 还有半个小时 嗯 再见 再见 嗯 好的好的 今天就在这里 感恩师傅 感恩关系 菩萨 我们事实保障 我们再见 慧之您好 师傅 嗯 哎 师傅 稍等 我志 如果长在 后脖子正中央的 志 是什么意思 刚问过 哦 呃 你们都一样吧 都很厉害 你们串起来 我们 我们 我们都着急了 怕打不进 电话问问题 都急了 嗯 就是后面 后面已经讲过了 后面 讲的当中的 志也是好的 好了 好 呃 第一个问题 师傅 呃 同修梦到 到了悉尼 师傅右边 一位师兄 呃 师傅右边 是一位师兄 师傅左边 是这位同修 师傅呢 在中间和他们 一边走 一起走路 这个同修 边走边问 师傅 未来我呢 就到你身边吗 师傅伸出 左膀 将 这位师兄 拥入怀中 说了一句 孩子回到 母亲的身边 这是什么意思啊 请问 缘分啊 前世肯定有缘分啊 嗯 哦 然后呢 梦境一转 这位同修又问师傅 那我的家人 能到悉尼工作吗 师傅说 请你十五分钟 再来找我 呃 请问师傅 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还来不了啊 没那么快 哦 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还不懂啊 听话 就听懂了 嗯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师傅 前天我梦到 我和家人 还有一群人 去了一间大庙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白无常的神像 并且上香 梦里有意识说 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人 是比较特别的 然后上完香 黑白无常就出现了 他们显现的样子 身高大概是 中学生这样的身高 然后他们就互相 调换身份 就是黑无常 变成白无常 白无常变成黑无常 然后 黑无常就说 你们心灵法门的人 很帅 对吧 接着我们回答 我弟弟不知道 如何回答 然后我就 神色自然的双手合十 对黑无常说 黑无常菩萨好 接着黑无常 就很满意的笑了 然后他就消失了 在白无常神像 对面是黑无常的神像 接着我们 有打算去 黑无常神像面前上香 在图中看到一个牌子 写着什么 降魔之类的四个字 然后他就醒了 请问师傅是什么意思 你们真的碰到 黑白无常了呀 他要念小房子吗 师傅 黑白无常我告诉你 挺好玩的 他们地府的官 你讲好话 他们也开心的呀 在哪里都一样啊 神啊 仙啊 你讲好话 当然开心了 谁都喜欢听好话 哦 好的 师傅下一个 同学梦见一个小孩子 往水里面跑 他心里想着 好好的别淹着 一会儿又好像开着车 说小孩子怎么不见了 一看好像不知道 什么时候掉下来了 还好好的 同学2016年 前2016年 年前给堕胎的孩子念过小房子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梦中什么 前面什么 我没听清楚 哦 他梦见一个小孩子 往水里跑 他心想你别淹着 哦 麻烦 嗯 嗯 赶快给他操作 还有一个孩子 没差多少 哦 好的 接着呢 他又梦见别人挨个照相 照头像 然后轮到他了 一个人着急 他就让给别人了 轮到他的时候 他看到镜中的脸 很漂亮 但不像是他的脸 意念中 自己变漂亮了 这个时候 他又掏出身份证 这时身份证给折了 没有断 有很深的折痕 但身份证上面是土黄色 他请问 是不是和他的莲花 有关系 嗯 应该是的 呃 修得好 是掉下来了吗 师傅 没有 修得好 嗯 哦 修得好啊 嗯 这个还不知道 这么漂亮了 像莲花来 嗯 特别漂亮 嗯 啊 好的 下一个 请问师傅 平时念礼佛的那张经文纸板 呃 还不 呃 对不起 是我不问这 我看不清他写的 呃 下一个师傅 他请问 能不能像下面这样 祈求 第一念解节奏的时候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化解网络技术的恶源连续善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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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技术 那个如果再来一个佛友是学化学的 请菩萨化解我化学恶源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菩萨都会关心你的 啊 具体什么事情都不一定讲 只要给你开智慧 你什么都能迎刃而解的呀 明白了吗 嗯 那他可以这样祈求吗 可以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是学的不正的就都可以 嗯 好的师傅 他说念准题的时候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 增加网络技术的缘分 念心经请菩萨保佑我 在网络技术有多点智慧 这样也行是吧 师傅 行 可以 好 好 下一个师傅 弟弟在离婚官司中 他帮忙找了关系 因为中间有财产纠纷 请问师傅会有业障吗 有 嗯 然后他说 另外在财产中 之前经没人入手 有笔现金给对方 对方现在不予归还 还有没人不愿意为弟弟出庭作证 弟弟不念经 请问他能否帮助弟弟念经 化解与没人之间的冤结 可以 只是他帮他弟弟一直在背了 麻烦了 所以我告诉你 这种弟弟不念经的话 自己制造苦吃啊 饿缘到了就离婚了 没办法 还是建议他给弟弟念经 让弟弟相信是吧 师傅 那当然了 嗯 好的师傅 下一个 同修梦见 有一位修行人打坐 他当时意念好像是 以前还未出家的释迦牟尼佛 又好像是他自己 打坐一半 有很多身体有火的骨头人 拉修行人去地狱里面 那位修行人打坐在石头上 他们拉的是石头 那下面都是火海 那位修行人不行了 然而突然天空出现一片光 伸出很多手 拉那个石头上去 然后呢 同修又看见是三个佛 有一个像娃娃的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很简单 有一个 有一个人修得好不好 可能是他的前身 就是在菩萨没有 把加持下 他自己本身的能量 已经消耗尽了 叫他赶紧努力 他最后还是有菩萨 来救度他的 娃娃菩萨嘛 就是你额扎呀 他们都叫额扎 叫娃娃菩萨 好的师傅 师傅下一个 用来盖着柜子的黄布 多余的黄布可以 用来盖着 那个佛台上面的黄布 垂下来多余的黄布 可以把它剪掉吗 可以呀 剪掉多余的黄布 可以用来做 垫佛像的底座吗 可以呀 可以用塑料袋 包底座用来防水 再包黄布吗 可以呀 这个底座 可以用钉着钉吗 最好胶水沾呢 那种沾木头的胶水 钉不到好 钉子不到好 第一是血阴的 第二钉 钉子的话 也是象征着 很多事情的不顺 如果这个底座太轻 可以用放玻璃球 来增加重量吗 放玻璃球 放木头也好啊 放木头 小木头块是吧 对呀 小木头块嘛 水晶的东西不要用 不要用 好的师傅 下一个 同修 因为平时也有意念 想什么时候能够怀孕 结果今早出来一个梦境 在医院的B超市 他和医生说 我这快四个月了 帮我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 医生看了没说话 说明显是男孩的特征 于是他就哭了 他不想生男孩 怎么又是一个男孩 他就醒了 请问师傅 他是流产的孩子 没有走 还是说他快要怀孕了 快要怀孕了 好的 下一个师傅 昨天他梦见和朋友 去在一个闹市区 看到一个男人在 在说话 本来他们以为 这个男人是好人 没想到呢 是小偷 借着与人说话的功夫呢 就把别人的皮夹子偷走了 又继续偷另外一个人的 他们看见 感觉到很害怕 这个男人呢 怕他们发现 他的偷窃行为 就从反方向走了 请问师傅 这是什么意思 做梦啊 做梦 梦梦就是当心啊 被人家突窃的话 就是麻烦的 他会有麻烦的 讲话当心一点 行为当心一点 好的 下一个师傅 学佛人爱面子 就会有业障 这是师傅讲的 同修家的孩子也念经 但孩子的自尊心 特别强好面子 同学为了培养孩子 其量大 放下面子 就会在孩子 放错误的时候呢 不顾及变成 是否有人 就狠狠地批评孩子 请问师傅 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要跟孩子讲好 才能这么做 否则会 物极必反的 师傅在很多人面前 讲孩子 我是教育他们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的 我就是要在很多人面前 把你的面子卸下来 这样的话 你才会改 他就知道师傅在教育他 爸爸妈妈不跟他讲 经历就这么大人家面 这孩子会离开家的 听不懂啊 是吧 离家不走 他说这个师傅说的 神经了 他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啊 只知其礼 不知其表啊 是我们都劝他 不要这样对孩子说 然后他还说 这师傅说的 你跟他讲啊 你跟他讲 这样不要碎木头的枕头就好了 因为会影响脑细胞的 脑供血不足 明白了吗 那边的面粉和那边的水 会混在一起的 那就是降乎了 师傅下一个 梦见在观音堂里面 有位同修 叫我拿新的白化佛法书 同时我在想 现实生活中 有两本在看了 也做了记号在书上 然后梦里很奇怪 这位同修说 他给我写了个纸条 不然我去拿新的白化 白化佛法书 观音堂里面 其他义工 不会给他拿的 请问师傅 这什么意思 叫他去拿书 师傅拿 就是 对 让他去拿白化佛法书 说观音堂的义工 不会给他 那很简单 好好学了 不够啊 要还要继续学 好的 同修梦见 他给家里的素宝宝 喂肉吃 现实中呢 他已经全素三年多了 孩子也是胎理素 请问师傅什么意思 其实孩子本来应该吃荤的 但是他改变了他的因果了 这个只是在年纪相当的情况下 给他一种暗示 就是让他坚持 过去这种情况也有 好的师傅 下一个 现实中 他先生喝的有点多 不到半夜四点钟 就把他们吵醒了 还给他们磕头 然后呢 他就想 问问师傅 他后来就做了个梦 说他先生把两件衣服给烧了两个洞 请问师傅什么意思 破戒了呀 给他磕头嘛 他先生喝酒 可能在外面有问题了 嗯 回来觉得对不起他老婆了 磕头了 那他梦见 他把他老公两件衣服给烧了两个洞 是什么意思 那么他肯定也会伤害他老公的 本来 如果不学佛的话 他老公在外面的丑事 就会被他发现之后 接下两个洞 两个洞就不知道要怎么弄他老公了 嗯 哦 师傅下一个 学会啊 叫他们低调啊 像这种事情要原谅人家 他磕头了 就说明 这说明他这 这真的很惭愧啊 很难过了 算了 嗯 好的师傅下一个 经书用久了 手经常接触的地方 不但有脏东西 而且有些经文的文字已经模糊了 请问这样的经文怎么出 经书怎么处理 有点肮脏了 师傅了 嗯 对 他手 老师手印可能脏了 经文的字也看不清了 嗯 怎么处理吗 谁再看不清就包包好呀 嗯 嗯 好的 就是可以送到庙里吧 师傅 对啊 包包好送到庙里 嗯 他说经文 那个可以自己 拿手描一下 还能继续用行吗 可以啊 这也可以 嗯 好的 师傅下一个 昨天早上梦见菩萨跟他说 慈悲喜舍 今天早上又梦见 他说他要受戒 在梦里他问怎么受戒 问完他就醒了 请问师傅什么意思 受戒实际上就是启示呀 就是跟菩萨宣誓呀 发誓呀 愿力呀 一样道理 他他他他 你个庙里的 你你我说的是居士受戒 居士受戒就是 跪在菩萨面前许愿力呀 你要说法师受戒 那当然有仪式的了 就是这样 嗯 嗯 就是让 其实他现实生活中要 守戒是吧 师傅 对啊 说他守戒啊 不懂啊 嗯 好的 下一个师傅 想在家里挂一幅大悲咒 现在有十字秀钻石画和手写的 他想用十字秀的钻石画亲自点 但是又怕不合理 请问师傅是手写的大悲咒好 还是钻石绣上去的好 什么叫钻石啊 我觉得他就是十字秀的时候 上面有那个小石头像钻石一样 闪闪的那种 他绣上去 哦 那不要了吧 这些东西 嗯 这些东西都非常招惹灵性的 嗯 因为大悲咒的话 你还是手写的文字比较好一点 嗯 好的 师傅最后一个 上次师傅说 一个菩萨如果在人间迷失了 那么天上的果位也就没了 只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问过 那么像 啊 问过了 哦 那没了 师傅 那我问题都问完了 好 师傅 嗯 师傅再见 再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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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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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您好 喂 喂 感恩师傅 哈哈 请讲啊 提师傅 提师傅 解 解一个梦 三个来进去 六个就是低能耳 嗯 师傅 师傅我梦见那个 在自己在那个炸那个果汁 然后炸了一大缸的那个果汁出来 是绿色的 好像就是那种哈密瓜那种的绿色的汁 老体师傅解梦 新鲜吧 什么意思 新鲜吧 嗯 很新鲜吧 很新鲜吧 就好啊 嗯 其实我想问师傅就是 炸成这种汁是不是 嗯 那个功德有泡汤的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新鲜的果汁 好 不管是吃还是炸出来的果汁 都是一种 一种新鲜的血液一样 就是说 你会得到新鲜的一种能量体的 嗯 感恩师傅 嗯 还有就是师傅梦见那个观音堂 一个师兄的一个宝宝 就是他那个 呃就是 呃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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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杀了很多尿 然后最后那个 男宝宝的那个生殖器官就破裂了 然后就涌出了一大波水 然后想请师傅解梦 小孩子的尿吗 虫子尿呀 虫子尿呀 虫子尿呢 本身呢也不是件坏事 但是 如果梦见小孩子的生殖器 有爆的话 那就说明这孩子的生殖器出问题了呀 嗯 哦 就是梦到他的那个生殖器 不好的 小孩子不 不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 然后那个同修他梦见 梦见他的父亲和一个男法师并排坐在一个长凳上 梦境中好像是在拍摄照片 拍出来的是发黄的黑白照片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父亲跟一个男的一起拍照片啊 和一个男法师 然后并排坐在一个长凳上 那有缘分没关系的 上辈子有缘分 男法师上辈子可能跟他父亲就是一个朋友吧 感恩师傅 然后同修弄到师傅在梦里给每位师兄一封信 他就顺手拿走自己的信 但是同修打开后发现师傅的自己很潦草 而且有勾勾画画的地方 最后同修发现信变成了几道选择题 然后想请师傅解梦 就是叫他要自己要坚持要坚定啊 选择题就是说不坚定啊说他 好的感恩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梦境 就是同修梦到一个女士跟他讲 你出生的时候天上就有莲花了 梦里就出现了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深粉色的莲花 请师傅解梦 那就天上菩萨下来还要讲啊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在梦梦到一张照片 然后是自己的父母 站着头上上仰着 头顶是光 她的父母踩脚下踩一朵大莲花 照片周围都是以金色的光为主的七彩光 现实生活中同修的母亲是学活 父亲还没有念心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踩着光嘛都是好事情 说明修为有成啊 好事情 他掐了没有啦 掐了 掐死啦 我不知道掐死没有 那说明他在 他在本性当中还是有杀生啊 不管梦考不梦考 都是有问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梦见虫 那是麻烦 把虫如果掐死了 那就是战胜了麻烦 这是两种含义 虽然战胜了麻烦 但是他的佛性 就是他的自卑性还是不够 好了 嗯 感恩师傅 同修看到佛台上有一个好像 葫芦兽一样的老人 额头很高很长大 左手拿着一个拐杖 杖上挂着一个大葫芦 这个是兽心宫吗 对 同修坐着给自己念小房子 又看到了他每天有给那个老母亲 老母亲念那个兽无量兽 决定光明王陀罗尼 求严寿 看到兽心宫的话 是给老母亲严寿了 还是给他自己严寿了 你说呢 给他老母亲严寿了 对啊 这有求啊 有求必应啊 嗯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梦境 就是梦到四只海龟 但是好像是在人的头顶上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 一样 加持了 严寿了 好的 感恩师傅 没有梦境了 谢谢师傅 再见师傅 再见师傅 喂 你好 你好 你好师傅 你稍等一下 感恩师傅 师傅您好 给师傅请安 快点快点 你好 你好 来师傅您好 感恩观世音符在感恩师傅 也感恩悉尼观音堂所有的义工和佛友对我的照顾 我在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我回去以后一定会好好改正 嗯 而这次来呢 通过学习百花佛法第九册 明白了烦恼的根源 在于起心动念间 心动了 使原本安静平静的心态就打乱了 失去了原有的平衡 这种念头呢 如果在脑中持续 就会产生执着 就有出现烦恼 师傅说过起心便是大吃人 起心动念后 贪嗔痴便会接踵而至 控制好心态特别重要 但是对于凡人 起心不起心动念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 让起心动念后 心理虚衡的状态 先达到平衡 也就是转念 世间外物都有两面性 只要我们一起心动念 心就会偏向一边 这时需要去想 这件事的另外一面 把心让回拉 当心中平衡了 就达到了师傅说的 中观的状态 包括忏悔也是一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找到心中的平衡 让心态恢复 平静后 无论我们亏欠别人 还是别人亏欠我们 让心态 我们的心态都会因为 愧疚和委屈而不平衡 愧疚会因为忏悔 让我们心灵得到解脱 而委屈则是我们之前 造的恶因 而赶着来的现在的果报 仍然需要忏悔之前 自己犯过的错 而让心理得到平衡 平衡了 心就平静了 这就是为什么师傅说 别人永远是对的 自己永远是错的 承认自己错了 才会真心忏悔 忏悔可以求到佛性 佛性的状态是寂静的 心安静是寂静的基础 条心就像是演杂技的时候 双脚不断的在圆筒上面的 木板上找平衡 练习到最后 不偏左不偏右就是中道 不找两边就是心中讲的 不增不减不够不净 不生不灭的空性状态 弟子对中观的理解肯定还不全面 但这种找心理平衡的方法 确实很管用 可以帮助心态恢复平静 平静了就可以去除烦恼 希望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同修们练习调心 解脱自己的烦恼 如果有讲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 持得原谅和指定 然后关于这个平衡呢 弟子心就是想到一个比喻 就是像在高空走钢丝 无论学佛与不学佛 我们都走在钢丝上 心中充满恐惧 就像师父以前说过的 学佛很苦 不学佛会更苦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找到平衡就会走得远一点 所以不学佛的人心态好 就会生命长 心态不好 爱沾牛角交执着 便会因为心态严重失衡而短命 而学佛后 尤其是拜师后 就像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身上 寄了保险袋 碰到灾结 就会帮助我们避免掉下去的危险 而学佛的最终成果 是无面无我 这时刚思已不复存在 这就是心经理说的 无挂爱固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灭盘 这种九刚思的 就是危险状态啊 就是师父讲的 学佛如履薄冰 一旦出现严重的偏差 或心理严重失衡 便会失去生命和惠命 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 走好学佛的每一步 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让我通过白化佛法呢 就是对佛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然后最后呢和师父分享一下 这几次来观音堂后 学习白化佛法的一个归纳总结 对无缘 缘起心 心灭缘 随缘来随缘去 无挂爱 正菩提 恳请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慈悲加持弟子 知情合一 正悟菩提 做一个觉悟的人 感恩师父 谢谢你给我时间休息 感恩师父 好好地休啊 要落实在行动上的 明白 否则你就是专门在理论上研究 你还是不够全面 听不懂啊 明白 明白 然后师父 帮忙解一个梦 就是 夜晚四周都是黑的 然后这个同学从窗户看到窗外 有一个大楼倒塌了 梦里感觉是要重建 所以先把他爆破了 一位平地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请师父慈悲解冒 重新来 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 自己要破 要破掉自己身上的裂根性 那就是不好的根基 裂根 别忘记这个根 好的 好的 那我让他听录音 然后第二个梦 最后同学发现 信变成了几代选择题 同学请问师父 他是梦到了假师父吗 不是假师父 梦到了 这条考试题就是梦考啊 就是告诉他啊 你现在 不管做什么事情 心不定啊 所以你 稿件拿出来 还是乱七八糟的 实际上 这个考试题目 就是由他的自己内心所定啊 哦 明白 明白 那我让师父 让同学听录音 还有一个就是 同学在正月初的时候 梦见他在世的爸爸表弟 同学帮他找表 后来在门外帮他找到了 书表丢了 叫他浪费 不要浪费时间 哦 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同学和他在世的爸爸 坐过山车 当车行驶到高空中的时候 旁边有一棵树 树上挂着一个东西 同学父亲想去够这个东西 刚开始是在座位上 后来他站起来 够这个东西 同学帮他掉下去 就紧紧抱着他的双腿 但后来他还是从高空中掉下去了 同学手里剩下他的一只鞋 同学爸爸今年是56岁的关节 像这种梦 同学要给他爸爸 许多少小房子呢 六十八张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梦 师傅 父亲是师傅的弟子 非常精健 昨天做了个梦 隐隐约约在开法会呢 发一公服 怎么都是白色的 好像是警服 还没有穿就醒了 这是怎么回事 受到加持 受到加持 好 谢谢师傅 另外一个 有同学梦见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自己在半山腰盖了一长被子 睡觉 突然山腰中有一群鸽子 同学想逗鸽子玩 就扔了石头过去 鸽子全部飞起 落在同修四周 同修就把他们轰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 没了 再讲一遍 没听到 就是同修梦见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自己在半山腰盖了一长被子睡觉 突然半山腰有一群鸽子 就同修想逗鸽子 就扔了石头过去 鸽子全部飞起来 落在同修的四周 同修就把他们轰走了 麻烦 就是去人家跟他搞 他也跟人家搞 最后还是搞到自己身上来 最后虽然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 他可能会受到一点委屈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同修的梦 他梦见就是 自己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段 有一间宿餐馆 餐馆里面就是有很多菩萨像 然后这个餐馆的老板 就说要把餐馆卖给他 然后他当时就想 他没有开餐馆的意念 而且这个餐馆大概要一百二十万 然后他两个姐姐就帮他付钱 他想问师傅说这是他的浴室梦吗 还是就是他心中以前的一个念头的显现 因为他在半年前他想过要出家 但是现在姻缘不成熟 然后他就想可能需要就是想红法的话 还需要有经济基础吧 他想让师傅帮忙就是分析一下 这是浴室梦还是他心中的意念的显现 他开过餐馆吗 没有 他就是没开过餐馆 他也不知道怎么做 那很简单 那就是他心中拼命想做好事 意念的善念显现 行好的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梦见 我父亲 他坐在一个长小板凳上 旁边是一个法师 但是呢就是在梦见里面 有人问过 谢谢师傅 最后一个就是 童修在菩萨面前问菩萨 他的莲花怎么样了 掉没掉下来 然后晚上做了个梦 梦到他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了 然后一条感觉像是云的 变成了龙 伸手把他拽住了 然后他就躺在那个龙的双手里面 然后龙还冲他笑 就是说凭他的莲花掉下来 还是没掉下来 龙冲他笑啊 对 就龙把他掉下来以后 龙把他接住了 然后龙冲他笑 那还不知道 差点掉下来 好的好的 龙在虫中笑 龙在虫中笑 好的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想问师傅 就是 159炸凉粥可以吃吗 可以啊 就是他乳腺有毛病 哦 这个 哎呦 当心了 他现在很多东西 他里面都放了一点点激素的 所以他吃下去之后 人会比较亢奋 所以要补的东西 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炸牌都有 你不能说补的东西不好 补的有些东西很好 有的东西真的不好 都有可能 所以要吃吃看 自己适合不适合自己 明白吗 好的好的 调补这个东西补过头了就出事了 补过头脸上都发出来了 咱还不懂啊 明白 嗯 明白明白 好的好的 没问题了 感恩师傅 感恩大夫 关心菩萨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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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师傅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感恩观心菩萨 感恩师傅 请教师傅几个问题啊 就是首先是几个现实中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您 师傅您之前开示说续香 只续煮香炉就可以 那么没有续香的菩萨面前的油灯 需要灭掉吗 要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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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嗯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 同修的儿子现在十岁 他想十二岁拜师 但是呢 因为学习任务紧张 可能完不成 拜师要做的三十张小房子 嗯 请问师傅 这三十张小房子 可以是同修和儿子一起完成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可以 但是不能孩子一点都不念 嗯 好吗 嗯 嗯 还是尽量自己念是吧 那当然 饭要尽量自己吃才能长肉啊 对不对啊 嗯 你开玩笑 你靠人家 你能干的什么事啊 嗯 好了 感恩师傅 嗯 请问师傅就是有的同修 把小房子上面的两个脚剪掉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小房子们最早的时候 这种小房子就是两个脚要剪掉 弄得像个房子一样的呀 后来才 后来才因为要快嘛 所以反正化了已经化了 人家就不剪了嘛 对不对啊 其实从严格上来讲 那剪掉比较好 那当然了 这个是符合下面的下面跟上面的规矩 就是否则怎么叫小房子啊 哦 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 嗯 另外一种名称就叫经文组合 嗯 一个叫小房子 简单的讲叫小房子 经文组合 好吧 嗯 嗯 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 请问师傅就是手指夹那个凹凸不平啊 它有一冷一冷的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身体不好呀 血液循环不好呀 这不懂啊 这种人们睡眠不好啊 不懂啊 哦 那它需要 嗯 需要多喝水 好 血液循环不好的话 血凝度比较高 嗯 听不懂啊 好的 听懂了 嗯 感恩师傅 嗯 请问师傅就是Q10 这个营养品是心脏不好的人都可以吗 Q10是这样的 一般的呢 它是对你的心脏啊 就起到一种啊 辅助的作用 辅助啊 它是指那个脂溶性的抗氧化剂 脂溶性 实际上就是激活人体细胞啊 明白了吗 就提高人的免疫 免疫力呢 它也是抗氧化的 所以很多人吃了Q10之后呢 实际上呢 一个呢是有于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这个这个循环 第二个呢 还有助于防衰老 啊 啊 啊 那个是比较好的 它是促进 只要是促进肝脏啊 心脏啊 肾脏中啊 啊这个这个这个人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含量啊 这个很很好的 这个东西不错的啊 啊 辅煤 那就是如果心脏不是很好 都是可以吃 都可以吃 不会吃出 不会吃出大的问题 因为里边它主要是辅煤啊 辅煤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辅煤就是调节心脏运作的 嗯 好好好 明白 嗯 感恩师傅 嗯 请问师傅就是同学他打磕睡的时候出现一个意念 这个意念说婚姻也要念念无念 请问师傅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婚姻也要念念无念 又要当回事又不要太当回事呀 这还不懂啊 嗯 就是就是比较随缘一点 然后 对啊 又要当回事又要不要太当回事呀 这就是 生中有无无中有生啊 无无生无有啊 就无无中生有啊 生中有无啊 这不就是 设计是空 设计是设嘛 讲到后来又是回到国法的禅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嗯 请请问师傅啊 你原来看你对你老公太 你对你老公太太太呵护了 到最后他中夜天要揍你的 哦 一样道理啊 你要是对他随缘一点 对不对啊 大家保持一种良性的运作关系 啊 不要过分 挨过头那么到后来就伤了呀 对不对啊 嗯 不要挨过头啊 挨过头一定伤了 伤两方啊 嗯 嗯 嗯 中阴之道 师父讲的中阴 嘴巴慢会讲的 我看你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您说看一个灵性 说他超度走了 比如说流产的孩子超度走了 嗯 那这个超度走了 是说这个孩子投胎了呢 还是说他暂时离开了这个人的身体 嗯 什么叫超度走啊 就是嗯 比如说这个身上有这个人身上有有小孩有流产的孩子 嗯 你说他看了看竹童说他超度走了 嗯 这个超度走是说他这个孩子投胎了呢 还是说他只是暂时离开 离开 离开 但是离开有的是永久离开 有的是暂时离开 因为这个情况的话 你要叫我看的话 我当时当时只能看到他身体不在他身体里面了 你要叫我追踪啊 啊 听得懂吗 就是说他 嗯明白了 因为师傅您之前就有开始说救病复发吗 就可能是因为灵性只是暂时走了 对啊 他会他会回来的呀 灵性会回来的呀 啊 你要是没把他超度走 他又来了呀 比方说你一个孩子你给他点钱 对不对啊 他拿点钱他他他他他他离开了 好了你以为他淘汰会走了 他过一段时间他又来淘汰 哦 哦 哦 那师傅我们怎么判断他有没有真正超度走啊 有没有判断他真正怎么超度走啊 很简单了 你看看你超度完之后你看看你还有挂碍嘛 这是第一 哦 第二 你还事情顺利不顺利 嗯 应该你过一个礼拜之后又不顺利了 那孩子没走啊 嗯 嗯 没有 没有 好了 谢谢师傅 嗯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同样是许愿清修 一种人呢 他本来就是比如说他没有什么隐喻的 自然而然他就许愿了这个愿 另一种呢 是协议心音方面可能业障比较重 他因为想不断的守戒 所以许愿清修 就这两种同样就都是许愿清修的愿力 你菩萨给他的加持力有什么不同吗 实际上是这样呢 你这个要看的 如果你很干净的人许愿清修的话 可能这个加持力更多 你们看问题是反的 因为他根基好 对了 你别看他容易 但是他是延续性的 善良的延续性 干净的延续性 然后你一个人很大了 你突然之间许愿我要清修 那也是不容易 菩萨也会给他加持 为什么 他是许大愿 对他来讲不容易的事情 就像一个穷人捐出来十块钱 和一个富人捐出来一千块钱 其实两个捐钱平等心 都是一样的 明白了吗 但是只是说平等心 但是并不代表哪个好哪个不好 不能相提并论的 嗯 明白了 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 是师傅跟您分享一下 就是佛同涅槃日那天嘛 就梦到师傅 师傅的两只手啊 就能放出那种 特别强的那种光和气场 就像那个电视剧里面 加了特效的那种感觉 被你看到了 就很神奇的 被你看到了 超级神奇 然后还跟师傅分享一点小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想要办 那个美国和新加坡的签证嘛 想去祝元师傅的法会 对 但是这两份签证呢 需要开两份再制证明 然后在我的单位里面 就要求只能规定 一次只能开一份 然后之前有同事也是想开两份 就是说什么都不给开 结果当天就是去开证明的那一天 早上嘛 就梦到师傅了 然后梦里面 梦到我自己可以看到师傅的法身 师傅是开着 穿的那种黑色西装坐在那里 感觉气场特别的强 那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晕晕的 因为师傅气场太强来了 那早上我就去想说去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开出来两份 然后也在念准极神咒嘛 结果一开始说一个负责人说不行 我们从来没这么给开过 后来的那个科长过来 他就问了问情况 这就是说你就给的开了吧 就很神奇的 就很顺利拿到了两份再制证明 很感恩师傅感官 师傅加持很厉害的 所以你们很多人 很多人在乎自己的师傅的话 他就得到更多 你不在乎我们就得到很少 这个世界上都这样 你在乎自己的老师 你学到更多 你不在乎自己老师 你就学到很少 你在乎谁 你就得到他的帮助更多 都是这样的呀 人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呀 过去过去过去 那个时候在食堂里 你跟那个阿姨老打招呼 阿姨好好叫他这个 每一次食堂买菜的时候 弄饭的时候 这阿姨就给你多一点 呵呵呵 嗯 一样道理 嗯 嗯 用心 用心啊去爱别人 嗯 对 好了 感恩师傅师傅 后来那个美国签证 也是很顺利的签下来嘛 因为当时自己也许了一些小房子 然后我是跟我姐姐和姐夫一起去面签的 但因为我是单身嘛 所以可能容易被寄签 对 但是按理说他不应该会卡出期的 结果当时我跟我姐姐都过了 然后我姐夫是需要补材料的 嗯 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一直在念签 一直在念签 我觉得很神奇 这念签和不念签真的不一样 你也都不知道了 开什么玩笑 这个能量 大大的不一样 嗯 好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受 好了 在这几分钟的时间 帮同修进行一个梦 啊 第一个梦见做 同修梦到有两排人 跪在师傅的面前 意念中呢 好像这些人像犯人一样 同修是管他们的 然后梦里面同修就问师傅 请师傅感应一下 这些人的莲花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师傅就指着 其中一个人说 你问问他吧 然后这个人 师傅指的这个人 是一个中年的女人 然后师傅点到他的声音 神色很慌张 然后呢 后来这个画面就结束了 就传来了一些 像回声的那种声音 这个声音呢 放了一个莲花号码 但是呢 这个莲花号码是做梦同修的 醒来之后呢 这同修也纳闹 为什么声音传来是同修 做梦同修的莲花号 怎么师傅这个梦有什么 这还不懂啊 那批人全掉下来了 那为什么会爆出 就是做梦同修的莲花号码 那就是说 那就说明他自己的 他的莲花在天上 因为师傅之前有看过这个同修 说他的莲花 好像他是以前是做护法神 还是什么的 梦里面他就是管这些人的 然后到他的莲花号 对了 这个完全符合 这个同修的莲花 没什么问题是吧 没问题的 所以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了 有些人在犯罪 也不停的在犯罪 所以是有两派人 他们就跪在 像监狱里面一样 跪在那里忏悔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以后这种事情多呢 以后等到师傅要救的人 那些过去学心灵法们 后来修不好的那些人 你去看好了 以后他们走掉之后 你看他 你看他怎么怎么办吧 你看他见到师傅怎么样 我都不想讲 他们很害怕的跪在那里低着头 看见了吗 真的是 看见了吗 真的是 要好好修 真的 已经受到精神上 灵魂上的处罚了 已经很痛苦了 明白了吗 对吧 他听到师傅点他 他就很慌张 瞪着眼睛 就好像自己做错了 被师傅知道了 那种 就是啊 真的是要好好去 好好努力了 好了 好的 好的 师傅最后再问一个梦 同修 元宵节前晚上上头乡后 梦到自己急急忙忙的选红布 把观世音图在的像 套上一层红色透明的纱布 最后呢供在佛台上 感觉当时好像领导马上要来查看佛台的布置 同时呢 场景里还有一个年纪大的人 要用脸去亲近佛台上的东西 被同修马上拦住了 同修就对他说 我的佛台箱可是经常打卷的 你这样做是不好的 然后呢 这几个人听后就都撂倒在地上 同修几个人在一边劝一边拉他起来 请问师傅这个同修是在公布佛台的时候 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对啦 就是不如理不如法 被忽法 被忽法就已经惩罚了 嗯 哦 那他哪里他不知道他哪里 哪里没有换水的手不干净了 嗯 哦 擦箱的手不洗了 嗯 哦 一边擦花擦箱一边嘴巴不能讲话了 还有跟家里人不停的一边讲话一边供 供水刚刚生过气 马上擦箱 这个都会不如理不如法的呀 哦 好了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那他需要念念礼佛吗 师傅他用念礼佛 五诗 五诗 五诗遍 嗯 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 今天问到这里 感恩师傅感关心菩萨 师傅保重身体 嗯 师傅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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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